当然是Landard House比较好啦 当然是Highrise比较好啦 Landard House的房子比较宽阔 而且有自己的Outdoor Space 但是我们Highrise有泳池 还有其他的Facilities 我们的车位就在门前 得空还可以自己洗车 我们有专属的停车位 而且更安全 你试试也像影片中那样 在纠结到底要有Landard 还是Highrise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 不要焦急 之前就带你们去看了Ponderosa Vista 今天我来到了新的地方 我现在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Molek Pie-4 它是一个永久业全住宅公寓 这公寓的建层区很大 人口密度低 地点呢就在Taman Molek 这个公寓吸引了很多外国买家 因为它有着高档的现代生活方式 你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Molek Pie-4 是最后第一个得到 GBI Factinium评分的Residential Development呢 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 也了解一下 到底住Highrise有什么好处吧 首先买屋子 第一个要考量的就是治安 这里的Security System 真的超级严谨 因为它有4TW的Security System 除了路口的Gardhouse 需要打卡进来后 停车场到Lobby 和上Lift 全部都需要Access Card才能进出的 有着非常多层的保安系统 住Highrise最最最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有各式各样的Facilities 上Molek Pie-4这里有泳池 健身房 羽毛球场 篮球场 Tennis Court 还有Play Ground 给小孩子玩 所以非常适合一家大小 在这里运动 Molek Pie-4的Facilities 不只是这些哦 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它有这个 Japanic Onsen Spa 还有Sona 除此之外呢 它们还有Electric Car Chargers Bicycle Track 和Koi Pond 加上这里还有BBQ Area 而且Molek Pie-4这里 拥有75%的绿色覆盖范围 其余的25%是Residential 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得到 GPi Pactinium评分 和人口密度低的原因 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这里的物质 不过在上楼前 先让你们看看这里 非常high-tech的 Taskin电梯面板 OK 来到了家门口 这里也非常方便 因为它们是使用Digital Lock Set的 然后进到家里 这里非常舒适 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就是high-tech住不了太多人 其实啊 Molek Pie-4这里有不同种类的房子 这里的单位build-out size呢 是从1441sqft到6042sqft 而今天我带你们来看的是 1441sqft 两房两位的unit 住high-tech还有lander的分别呢 就是从客厅走到去厨房 只需要几步路罢了 比如说你在客厅看戏 想要来厨房拿饮料 几步路就到了 或者是你想要边煮饭边看戏也可以 非常方便 其中一个最吸引我的点呢 就是它有一个balcony 这里可以看风景 还可以在这里把一个小桌子 往上坐在这里 吹吹风 chill一下 这就是high-rise跟lander的分别 看完影片过后 你是不是更了解 自己想要什么呢 喂 我跟你讲一个秘密 我看中了两家房子 一个lander 一个是high-rise 现在就要去买了 蛤 有那么多钱吗 没有哦 当然是用你的钱啊 所以才靠你跟你讲嘛 好啦不跟你讲啦 我现在要去下版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